大家好我是迪想律师 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这个月很多客户在问的问题 那可能很多客户都有听说 7月份这一个月呢 如果是绿卡身份的话 可以申请配偶和未婚子女 然后这一个申请呢 在这一个季度的话 是不需要等待的 可以直接提出绿卡申请 那首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申请亲属的这个过程中 有四个分类 第一个分类呢 是美国公民申请未婚的成年子女 第二个分类呢是绿卡申请 自己的配偶以及未婚的子女 那么第三个分类呢 是公民申请自己的成年子女 第四个分类是公民申请 自己的兄弟姐妹 今天所要谈到 可以直接提出申请 不用等待的这一个排期 是绿卡申请自己的配偶 以及自己的未婚子女 这个分类是F2 那么F2下面还有两种 分成是F2A和F2B 那么F2A这一类呢 主要是配偶以及未婚 未成年的子女 这个分类在以前来说 排期大概历史来看 大概是两年半左右 可是在今年的7月份呢 出现了一个非常少有的迹象 也就是这个排期是不需要等待的 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您是绿卡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在这一个时候 你的配偶还有未婚 并且未成年的子女呢 可以在这个时候提出一个绿卡 以及亲属申请共同的一个申请 如果您是在美国境外的话 可能这个就不是这样的去看了 美国国务院呢 每一个月它会公布一个最新的排期 大概在中旬左右 那么现在8月份的排期 其实也已经公布了 在对于8月份的排期来看呢 这一个申请还是就是不需要等待的 所以说如果您是绿卡的 这样的一个身份 可以在这个时候 为自己的配偶和子女 如果在境内的话 可以直接提出绿卡的申请 是否是应该提出这样的一个申请呢 其实对于每个客户来说 也是因人而异 具体决定自己是不是应该提出这个申请的时候 我还是建议客户能够根据自己的情况 找一个专业的律师做出这样的咨询 然后再决定自己的身份是不是提出 但是在如果可以提出的情况下 只有在这一个7月 那么现在还有8月份 同样也是可以提交的期间 抓紧这一个时间段 在这个时间段提出这样的申请 才不会遭到就是移民局的拒绝和拒荐 以及能够特别好的去充分的利用这次 这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机会 那我们今天想要分享的主要就是这些 谢谢大家 如果大家想要就是联系我们的律所 关于这一个问题的话 屏幕上有我们的联系方式 欢迎大家致电 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联系我们 谢谢